主料,牛里鸡300克,白芝麻仁100克,鸡蛋一个,辅量,面粉,盐,黑胡椒粉,红胡椒酒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1到2人,牛里鸡切后片,用刀备将鸡肉砸松,如果用砸牛排的那个锤子更专业一些哈,用盐,黑胡椒粉,红油腌子10分钟,将腌好的, 牛排先蘸一层面粉,再蘸鸡蛋片,最后蘸白芝麻仁,用温油小火将牛排炸至微黄,炸进装盘,OK,烹饪技巧,牛肉中所含的人体所需元素,是最多最高最丰富的,其中包括,大白质,血振铁,雷生素,鲸,跟极多种氨金酸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